主要是電子的東西 一定會發射電子坡 那電子坡出來以後 給天線接收到了 那麼儀器來判讀 那它有一個法規標準 我們主要是做 消費性電子產品的檢測 電子坡太強了 怎麼樣來把它降低 這就是know how 就是我們的技術 今天更新有辦法 做到世界第一 那當然我們就掌握了這個技術 那因為你既然是一個密閉空間 所以你電子坡發射的時候 你可能到上面還會反射回來 這種我們要把它剪到最低 所以我們這一些 通通叫做吸電子坡的材料 它測的時候底下的這個轉盤 它360度會轉 然後看哪一個方向電子坡最大 它的規格建的比較好 那你的產品你要銷美國的時候 那你電子坡 你就要符合FCC的這個 法規標準的要求 在歐美這邊的小孩 那個裝心力調整器 裝這個什麼 這個出聽器的啦 那所以這個電動玩具一玩 那你如果這個電子坡太強 嚴重一點的話 這心力調整器搞不好就當掉了 當掉就丟掉了 本來我是在心力公司做這個研發工程師 來符合這個FCC 法規標準的這個第一代的工程師 我是在這個以前叫台北縣 台北縣我們是平溪 在以前主要的這個工作啦 就是它長年做研發工程 北部賺錢很辛苦 不然就死命的威勇 那個國中我是建國中學家 那個專科我是台北工專電子工程 所以我們考慮到它就五年就畢業了 不用再去讀大學 對不對 可以比較早出來賺錢 來減輕父母的負擔 我們就模擬你手機在講電話的時候 那麼各種的角度跟狀況 它所發射出來的電磁坡 被我們從這個耳朵這邊吸收到腦裡面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你來做測試的時候沒辦法 你這個產品你可能是PC 你可能像現在的話你可能是手機 電磁坡太強不會過 我們找出原因 怎麼樣去下對策修改 零件是一個比較快速解決的方法 這個零件的規格我們提供 這個也是一個商機 所以我們就成立一個零件部門 測試還要跟你談 零件我也要賺 要說清楚再做一段 我會有新的技術力量 我一定要跑最快 你有新的東西 5G來了 那5G我要最早能夠提供測試檢測 所以你看那一個鐵箱子 三百萬元金的 但是你有了這個機器 你不一定能做得出來 一支手機在通信的時候 都會跟我們人體接觸 那我們就用這個模擬液 把它想成是我們的腦漿 那如果有超過標準 那麼你等到這個電磁坡的吸收力 就太強 就是這個機器是提供你一個平台 那真正的就是 你要有這一些的人才 這一些的測試軟體 那我們就做到本業的引擎冠軍 這個經營策略很明確 那只要人有理想有目標 你把工作當作事業 你做起來就會很愉快 你做得到這個行為 有一個空被搞的 你做得到那個會 不夠 就能顆託 拜託 拜託 拜託